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容貌是女人最在意的东西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容颜也会慢慢老去 为此,有些女人就想利用歪门邪道 保持自己的容颜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女巫为保持容颜 偷走可爱公主的电影 传说,在森林的某个角落 有一朵泛着金光的花朵 它可以让人永保青春,治愈疾病 而这朵花一直被森林中的巫女霸占着 这天,王后生了重病 国王派人寻找这朵金花 女巫在慌乱中没有藏好金花 于是被士兵发现带了回去 吃了金花的王后很快就病愈 还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乐佩 就在国王举国欢庆之时 女巫却发现乐佩的头发 有着永保青春的能力 于是就偷偷地偷走了乐佩 把它养在了自己的古堡中 女巫为了保持容颜 从不让乐佩剪头发 也不再让她离开古堡 而乐佩也会在每一年生日这天 看到王公放飞的天灯 时间一晃,18年过去了 乐佩的头发长得可以当绳子用了 小小的古堡成了乐佩卑一的乐园 但乐佩的心愿是能够走出去 亲眼看到放飞的天灯 但是在18岁这天 她请求女巫让她出去看看 但女巫怎么会让这神奇的头发被带走呢 与此同时 王宫中的王冠遭福林和同伴盗窃 士兵发现后紧追不舍 可最后还是在森林中失去了他们的踪影 之后走散的福林发现了乐佩的古堡 并爬了上去 乐佩怕她是个坏人 就用平底锅把她打晕了 当福林醒来时 自己已经被乐佩用头发五花大绑了起来 第一次接触人类的乐佩 发现福林并不像女巫说的那么邪恶 于是就打算让她带自己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从没有出来过的乐佩开心极了 在森林中各种的玩耍 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一个酒店 福林被人认出是窃贼后 就报官抓她 无法逃脱的福林和乐佩被官兵逼进了谷底的深潭之中 这时洞口被大石头给堵住了 眼看水流就要灌满整个谷底了 乐佩想起了自己的头发 她唱起了催动魔法的歌曲 瞬间她长长的头发开始发亮 他们利用头发的流向逃了出去 之后乐佩还用头发治好了福林的伤口 这时的福林被这个天真善良的女孩打动 就讲述了自己是小偷的事情 她还答应乐佩 一定会带她去看王宫的天灯 之后两人在森林中度过了快乐的一晚 早上将军的白马找到了他们 白马本来是来抓福林的 但在乐佩的帮助下 白马竟然和他们达成了共识 之后乐佩来到了城里 可她的头发实在太不方便了 于是福林找了几个孩子 帮助乐佩把长长的头发编了起来 可这时乐佩却看到了国王一家的画像 她虽然有点眼熟 但却并不在意 晚上福林带着乐佩一起看了天灯 完成了18年来的愿望 情愫在两人之间蔓延之际 女巫找到了他们 并用了挑拨离间之计 让他们产生了隔阂 被蒙在谷里的乐佩和女巫一起回去了 而福林也被送到了大牢 白马看到福林被抓 从而感到乐佩有危险 于是偷偷救走了福林 想要让福林去救乐佩 回到古堡的乐佩 无意间发现了王国的太阳花标志 从而怀疑了自己的身世 而这时的女巫也告诉了她真相 但女巫是不会让她离开的 而敢来救乐佩的福林 也在慌乱中被女巫刺伤 可福林不想让乐佩被囚禁一辈子 就利用破碎玻璃剪掉了她的头发 没有魔法保护的女巫 瞬间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人 失足从古堡上摔了下去 可福林却因为受了重伤 昏迷了过去 痛苦的乐佩抱着奄奄一息的福林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当泪水掉入福林的脸上时 奇迹发生了 泪水化成了太阳花的形状 竟唤醒了失去生命的福林 之后乐佩回到城堡和国王相认 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虽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 但把爱当成永恒的主题 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